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王坤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呢,把GCD的几个有趣的函数给大家讲了一下 然后这节课呢,我们是接着讲了 因为它的函数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分了两节课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这个调度组 调度组有三个函数,要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会说,你上面几节课讲的demo太简单了 就只有两个按钮,觉得有点枯燥,对吧 那我们这节课,我们换一种方式 我们把demo丰富一下,我们加了两张图片 然后这个demo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就是说,我点击发送,然后从网络上请求两段按钮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代码 诶,你看注释已经把这个步测已经写了 不过里面的有些代码,可能有些同学不是特别理解 后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没有接触过那个网络 网络这一块啊 如果接触过的话,可能对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然后这个demo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我们点击发送 就啊,请求两张图片的网络数据啊,是真的啊 这是从真的从一个网络的图片请求过的 不是,不是上面几次我用的那个snip啊 那个只是假简单的一个模拟啊 这次是用的真的图片啊 这是我随便在百度上搜的啊 两张一个壁纸,比较大的图片 就是加载的时间会多一些,那便于模拟嘛 然后点击之后,两张图片加载完毕 然后在这个label里面给他们显示 然后加载完毕,然后整个程序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啊 点击发送,你看这会儿有点卡对吧 主先生卡住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就只是很正常的一个写法 没有用多线程的啊 所以,这会儿网速有点慢啊 等到这么久,哎,好了 这两张图片请求完毕之后 这个label啊,显示加载完毕 可能同学就会说,哎,这样子肯定不好 对吧,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多线程来做啊 不要让用户觉得卡在这儿,对吧 那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改进一下啊 我先给大家大致讲一下啊 这个第一步首先呢,我们是获取到一个data啊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图片的一个data的网络数据 然后再把它传给我们的图片 然后它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OK 我们首先呢,还是这里我已经创建好了一个gcd的一个对立啊 这里今天我们讲的时候就讲一个自定义吧 我们自定义一个对立啊 后面我会讲为什么用自定义的啊 OK,对立我们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就来改进了啊 还记得前面讲的内容吧 诶,我们把它放到一个ebo的函数里面啊 诶,这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并发的一个对面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这是第一张图的数据啊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这是更新UI的操作 对吧 更新UI的操作我们已经讲过了 要放到主对面里面去 所以这里我们 这里我们要单独把它放到主对面里面去 OK 然后这里其实我可以直接复制 这是第二张 把它贴过来 OK OK,那我们这样子来做啊 点发送 诶,看到没有出现什么了 对吧 我的图片还没加载完 这里就写加载完毕啊 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很明显不是对吧 那怎么解决了 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 调路组啊 Dispatch group OK 那我们来直接来看代码怎么写啊 诶,这里其实是OK的啊 关键就是在于这里 因为我们是eve的嘛 eve它不会阻塞现场 它直接就运行到这里啊 先就直接打赢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用创建一个goop啊 嗯,还是先建一个 goop 是什么类型的呢 对,就是goop 用这个来创建 创建了之后怎么用呢 其实我就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用法吧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它其实还有多两三种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另外一种用法的话 留给同学们自己去探索啊 这里我给大家讲 诶,就是这个,enter和neve这两个的话 我今天就不打算讲这两个啊 这两个后面同学们自己去探索这两个的用法怎么用啊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今天呢先讲 你看是不是很像啊 你看这个goop 和我们的这个 诶,它只多了一个goop 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我们把 因为这是两个啊 两个任务 我们相当于把两个任务 绑到一个组里面啊 一个调路组里面 然后来对它们进行一个监控啊 我们第一个参数就传它属于哪个组啊 这个任务属于哪个组 我们的对立还是 刚才我们创建的自定义的啊 minequeen ok 然后在里面做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把它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一次类推啊 我就 这两个材就可以删掉了 但是这样子还是没有完 对吧 我们还差一个步骤 哪个步骤呢 就要用到我们这里的啊 后面两个啊 white和lotefit啊 我们就先用evo的吧 最方便的 哎 看到没有 lotefit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个参数我们传我们的mygo 传我们的组 它的意思是 就是说它监控的这个调度组啊 调度组里面的对立里面的那个任务 全部都完成之后呢 就会回掉 这里的话对立的话 我们还是让它在主对立里面允计啊 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 告诉用户图片全部加载完毕啊 这是一个更新UI的操作啊 我们最好是放在主对立里面 我把它复制进来 把格式调一下 OK OK 现在这段代码已经改进完毕啊 这段代码的意思呢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 调度组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调度组的一个 义务的方法 来把我们的任务放到 这个里面 其实和我们最开始讲的那种方式 其实是很像的啊 OK 然后我们等任务都完成了 然后我们会用 这个啊 notify 等待通知 相当于我们组里面的这两个任务 都加载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通知用户啊 来更新加载 完毕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运行 发送 现在你看这儿还没有通知它 哎 两张图片加载完毕 然后通知用户啊 加载完毕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功能呢 也就用三个方法 这个异步函数 再加上我们的notify的一个通知 然后就OK了 然后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 哪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white white这个 因为我们notify的话 它是一个异步函数 但是我们的white是同步函数 同步函数的话 用到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还是会 还是会用到 怎么用呢 第一个我们还是传go 第二个是时间啊 说到时间 然后又想起上节课里面 我们说到的一个 gcd里面的一个时间的格式啊 你看这儿有两个现成的啊 有个forever啊 forever的意思就是说 永远等待啊 就是说一直要等到这个 调度组里面的任务全部完成啊 它程序才会往下执行啊 如果你传一个其他的 gcd的时间格式的话 就是延迟多少 比如说你传的是五 嗯 我可以先给大家写一下 这如果是以这种格式写的啊 那还记得是我们 上一节课讲的那个延迟的那个after啊 这里其实是很像的 比如说我们设一个诗啊 诶 诶 这是不是多了一个 少了一个括号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等待十秒钟啊 十秒钟 如果这个调度组里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执行啊 如果是调度组里面的任务已经 已经 还没有完成 他最多就等待十秒啊 如果是十秒以内就完成了 也是也会往下 运行啊 但是我们 这里我们不这样行啊 我们不让他等十秒 我们让他来个forever啊 就要一直等下去啊 等到天荒地了啊 必须要让他完成之后才能继续往下执行啊 OK 然后这里下执行完毕 我们运行一下 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同步的方法啊 他会阻塞主线程 我们点看 这时候主线程是被阻塞了的 他要一直等 你看这两个夹子完毕 然后夹子完毕 呃 white white的话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呢 那比如说你在并发的操作数据库的时候啊 你要等数据库的操作完毕之后 你才能让用户继续啊 因为怕出错嘛 这时候你可以用一个 呃 white啊 其他时候的话 用notify那个并发的会好一些啊 用个一步函数的话 毕竟不用阻塞线程嘛 对吧 OK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讲 这两个这两个其实就很简单了啊 他主要是恢复我们的GCD的对立和暂停啊 暂停和恢复 用法其实也很简单啊 我在这里已经写好了 因为你看我们这儿有两个按钮啊 点击暂停 然后就调用这个啊 点击继续调用这个 呃 暂停的话 他直接就是assessment啊 就直接这样子 他里面的参数就传想要暂停哪一个对立啊 就可以了 这个对立还是用我们自定义的那个mine queen啊 为什么要用自定啊 因为你不能暂停那个主对立和系统提供的对立 因为这是人家系统啊 你你没有权限去暂停人家的对吧 OK 我们来运行一下 从暂停啊 讲的这点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两个是已经如果是已经把任务加载到对立里面去了 你你点暂停是没用的啊 因为他已经在运行了 你暂停只是暂停他后面进来的 所以现在你看我点了暂停他等了会还是出来了 所以没有暂停的啊 那么我们呃怎么办呢 我们这样子啊 我们延时两秒对吧 延时两秒 然后再把这个任务添加进去 那这时候我点的暂停那肯定就是在之后添加进去的就会暂停的啊 延时我们有怎么做啊 我们上节课不是已经讲了吗 对吧 这的话要延时多久啊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啊 因为我们上节课已经把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啊 十两秒吧 ok 这里传一个对面啊 我们还是传主对面啊 ok 延时两秒之后再再执行这个添加对面的任务 ok 现在我们再来运行 点了发送啊 赶紧点暂停 你看现在就是我暂停了两秒 估计现在已经开始挂起了 估计把这些任务已经添加了 我的自定义的对面里面挂起了 但是我 点了暂停啊 所以现在是 他不可能 不可能再进行这个什么加载图片的任务了 然后我再点击地继续 我们稍等一会儿应该就出来 你看出来了 所以这两个的用法就是这样啊 很简单啊 对吧 ok 然后这节课了我们把GCD都讲的差不多了 但是GCD其实还有一些内容啊 但是里面的内容啊 我都放到县城安全里面去讲啊 然后我们下句课了 会开始讲那个ns operation啊 这个东西 然后好 这节课我们再见 没问题 别别别看 我 你想吧 你们 感谢观看